那接下来呢是关于品牌slogan的一个专写的技巧 大多数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会总结一个品牌的slogan 是一个更加形式上和更加输出价值观的一个文案的特点 那大概会从这几个方面去着手 第一个层面叫做输出我们品牌的一个独特的卖点 其实它跟这个广告的标题之间的一个区隔是变得越来越小的 也就是说可能我们大多数的时候在广告标题上面 我们会经常使用同一个这个标题 那这个标题恰巧也是这个品牌的slogan 然后我们在从这个slogan下面去不断的去延展 不断去发生各种各样的一个广告的一个正文的发散 比如说Nike的这个slogan就是Just Do It 你就会发现它所有的系列的广告的输出跟设计 全部是根据它的slogan来展开来确定的 那其实这个也是以这种构名式的口吻 在创意一个slogan的过程 那比如说比较经典的是欧莱雅的你值得拥有 我们在广告的标题撰写的时候也聊到过这样的一个文案 那这个文案其实因为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它能够把品牌的主张比较融合性的在这个slogan当中去展现 那所以它也是经常会被使用到广告的这个标题 主标题里面去使用 那我们看到了我们在这边给大家举例的 经常会看到的一些slogan 其实大部分讲的基本上都是一个品牌希望输出的价值观 而不是一个特别聚焦或者特别具体的一种产品的 这个好处或者是利益 所以其实在如果是我们的品牌是稍微希望 可以定调为高端大气上档次一点的品牌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种公民式的口吻 然后用这种品牌的主张来作为slogan 那如果说你的产品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接地气的 比较小的一个品牌 那你更想强调这个产品的一个功能性 或者是独特的卖点 比如说像炫卖口香糖根本停不下来 那其实它就是在讲述的以产品为核心的 它想传递的这样的一个品牌的理念跟价值观 所以我们可以从这六个层面去开始设计你的品牌slogan 比如有独特的卖点 或者是为用户发声 或者是产生公民性的一个口语化的号召 或者是讲我的产品就是行业内最牛的 别人无法来超越我 或者是输出一个产品的利益 不管怎么样 我们的slogan都是要用最少的词语 尽可能的传递比较丰富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说它是你的一个故事的核心 你在这个故事的主旨下 其实是可以不断的去发散的 比如说KEEP这个产品 它是一个健身式的这样的一个APP 那它的slogan定义为自律给人自由 那它其实你会发现 如果我们把这个slogan放在一些其他的跟 不只是健身 可能是跟学习 或者是跟个人成长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品牌之下 它是都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因为KEEP是一个更加偏向于这种优化你的身体啊 健身啊 这段过程的一种产品形态 所以自律给人自由就会让人更加觉得是说 我在使用这个产品的时候 能够更加感受到人生的一个进阶 或者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那这个是品牌希望通过一个slogan来传递的一种品牌主张 那简单易懂比较口语化的这样的slogan 会让大家更容易被记住 因为它的句式比较短小或者比较工整 它就会更加的简单易传播 具有一定的号召性 如果是更能具备一些这种流行的因素 或者是这种流行的因素比较持久的话 那可能它在这个整个的一个slogan的传播体系里 可以更加帮助你去叠加你的品牌价值概念 比如说Wast of the world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滑板品牌 所以它其实在使用一个比较常见的滑板动作的 这样的一个词汇来作为它的一个slogan 来输出它对这一项运动 以及这个运动所折射出的潮流文化也好 青年文化也好的一个态度 来作为它的一个品牌的价值主张 所以我们在做slogan的一个设计的时候 避免太着眼于小的细节 更多的是应该要提炼的你的产品或者品牌的一个变化的过程 比如说从文艺青年到新绅士 就是一个就是mini 它对于它原本的一个用户的提升和进阶的一个描述 那这个slogan其实在它的用户群体当中来讲 它就会更多的影响那些原本是以为自己是新青年 现在以为自己是新生式的这样的一部分人群 那应该通过这样的一个品牌式的主张 影响到他们的一个购买行为 所以总结一下slogan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更加外在的 更加以价值观包装式的在帮你输出品牌的一个过程 而其实广告标题会更加具体的去展开一个品牌的卖点 或者品牌的利益点 那这二者其实是一个包含式的关系 也就是说在slogan下面 你可以发散出无数个广告的标题 但是slogan是可以涵盖所有你的系列广告也好 或者是广告创意也好的一个主旨 那它是一个高度概括的这样的一个文案 所以我们在撰写slogan的时候 尽量的撰写这个文案是要有更多的发散空间 可以预备的 以及是说要考量到我们后期如果说 有一定的设想好的一个广告的情现代言人也好 或者是广告的输出方式也好 是要考虑到后期的输出方式的这个 说话的这个人的一个属性的 那这样的话才更好的能够让我们的slogan 服务于我们的品牌价值的一个传播 那这是我们slogan的一个专写的技巧 我们slogan的文案 感谢观看